这个刚刚大概几个五分钟前 我们听到一阵山主的气响 然后到山下之后 我们来到洛日朗瀑布之前 发现洛日朗瀑布完全变了一副模样 一位广人的民兵说 他在刚刚经过这里的时候 就会遇到洛日朗瀑布的泥土卡塌下来 原本本来是绢绢细流 就像这样的 现在变成了一股非常欢极的一股细流 然后可以看到整个瀑布下方是泥浆 刚刚山底瓦落的泥浆